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edo 我們又再度回來 方舟哥吉拉怪獸模組的影片啦 沒錯 我知道大家也都跟我一樣在等 霍星哥吉拉登場 但是沒辦法 目前都沒有人著手開始製作 就當初的預計排程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製作依然還是未知數 我也跟你們一樣都還是在等 只要有出我當然就是會拍 但是 今天要來介紹這一隻 他跟我們的霍星哥也有很大的淵源 那就是我們的 世心者基多啦 有沒有看到前面 那個洛雷 他要出來了 在哪裡 OMG 周遭的天氣 都變成像霧蒙蒙了 他要從哪邊登場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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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前面有沒有看到 他只有那一條而已嗎 我們飛過去看一下 太帥了吧 只有一條而已嗎 應該還有其他頭才對啊 不知道在哪裡 沒關係 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就是他 沒想到吧 居然是他登場喔 那這一隻世心者的強度 我想我應該就不用特別去介紹了 他就是非常的可怕喔 好的 那如果說你是喜歡這個系列 想要再看RID的介紹更多 各其他魔組的話 別忘了前方的影片 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 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 才不出RID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因為他真的超大隻喔 所以我要找一下 另外一顆頭在這邊 在這裡 在這裡 你看他的距離超遠的 我現在是用飛的 才有辦法趕到另外一顆頭這邊來 天啊 還有一顆咧 在這邊 在這邊 三顆頭三顆頭 我們的世心者基多拉 有沒有看到 這一隻真的超扯的 天啊 然後比較麻煩的是他三顆頭啊 就是都是獨立個體 你沒辦法一次控制三顆頭 你只能控制一顆的樣子 他一等而已 但是血量是2M欸 那我可以騎乘嗎 你可以讓我控制一下你嗎 喔 可以可以可以 天啊 真的超大隻 不行 我要召喚一下傳奇版的王者基多拉 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差異到底是有多大 我們把傳奇王者基多拉 召喚在中間好了 來來來來來 欸 有了有了 我們的傳奇版王者基多拉 就在正中間 旁邊呢就是我們的世心者基多拉 你看他的頭 他們的脖子 真的是差超多啊 你看我只是一顆頭而已 他的大小就這樣了 如果說真的有一天這個作者呢 把他整身完全體都做出來 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攻擊招式好了 先切到正面來 先從最普通的 這個是咬一下嗎 這是最普通的攻擊 然後還有這個 這招應該是用他的頭去撞吧 你有看到他有個突進的動作 再看一次喔 天啊 這麼大一隻撞一下應該超痛的 然後還有嗎 還有其他招嗎 看一下喔 這招是 射線 他的射線攻擊喔 這個傷害不知道怎麼樣欸 還蠻好奇的 等一下我們可以 派傳奇的王者基多拉 跟他打打看 哈哈哈哈 不過他的射線 持續時間也太久了吧 射這麼久 OK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應該就只是他的叫聲啦 而且他叫聲是很經典的基多拉的叫聲欸 我還蠻喜歡基多拉的這個叫聲的 還有嗎 還有嗎 喔 喔 他收回去了嗎 他收回去了 然後咧 這招 喔 喔 有沒有看到 他的兩側 他兩側好像是一個大翅膀 這樣往前伸 只不過因為真的太大了 畫面塞不下啊 哇 我的天啊 他的頭都探出來了 好帥喔 真的是 我很難想像這個完整的 世青者基多拉登場 會是多大隻欸 對啊 剛才那個 我們再看一次 他會整個頭縮回去喔 然後大家可以仔細看 雖然畫面很白 但是 隱約可以看得到 兩側會有那個翅膀刪出來 喔 有了有了 有沒有有沒有 喔 喔 這招不知道有沒有傷害欸 還蠻讓我好奇的 這招不知道有沒有傷害 只是這裡面把世青基多拉登場 那天空都會霧蒙蒙的 就看不太清楚這樣 還有這招還有這招 喔 喔 哇 完全搞不清楚他這招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就很帥 一個空間扭曲 哇 天啊天啊 我覺得他招式我真的還不太熟 因為目前這個模組作者他還沒有公佈 就是世青基多拉的招式表 我們直接讓那個拉 讓傳奇基多拉去跟他打打看 不知道打不打得過 我們挑一個頭來打就好了 挑一個頭來打 我們直接把基多拉帶過去打打看 起飛 過去打過去打 喔有了有了有了 直接開打直接開打 野生的傷害打出了6000多 等一下 這我們的傳奇王的基多拉整個被頂住了 來來來打一下打一下 終於可以動了 噴他 你在噴哪裡 有噴到嗎 這個2000多 有嗎有嗎 應該有噴到吧 有有有 我們拉遠一點來看 兩隻基多拉的對決 好帥喔 喔 嗚呼 大小真的差非常多 雖然只能挑一顆頭來打喔 但是我覺得一顆頭應該就夠了吧 如果三顆頭連手真的就不用玩了 欸 喔唷 喔唷 沒想到還有這一招 從地面上鑽出來這樣 我現在只能看到我們傳奇王者基多拉 一直在拍拍翅膀喔 唉唷 洛雷洛雷 他的招式洛雷 欸 但是感覺好像都沒有打到欸 喔唷 我的畫面 他的傷害都沒有出來欸 對啊怎麼會這樣 好可惜喔 感覺是因為身形比例的關係欸 會讓他們就是會打不太到對方 然後他又繼續拍拍翅膀 你看我把那個攻擊數字打開 結果都沒有顯示 他們的攻擊招式都很炫阿 可是打不到對方 他這個不同模組可能需要調整一下 才有辦法對打 哎呀呀 模組不同就是這樣 好啦 那這兩對決我覺得有點可惜喔 可能這個模組設定還沒有設定好吧 就是沒有完全把這一隻基多拉的實力給展示出來阿 不過不用擔心這一隻應該還會再調整 調整完之後我應該還會再拍一集阿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邊暫時告一段落 好 下一隻影片再見囉 掰掰 變身 Yeah 晉級的巨人 幹什麼幹什麼 打我 直接一拳脈打爆 哇 變成巨人的樣子 其實還蠻帥的欸 看一下喔 喔 把車子直接搬起來 呼呼呼呼呼呼 好 好